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把如来正法必须不可欠缺的法规理解成的是神通 有人还说 我要学的是佛法 我对神通不感兴趣 连HH第30多节腔佛也对你们圣德说神通不感兴趣 佛陀重视的是行善去恶 修菩提行 利益众生 我们只能说 从根本上你就把法规与神通混为一谈了 你对神通不感兴趣 而却把法规视作神通了 你已落入了愚痴 完全不懂佛教的大法 必须依法规见真假 你不知内密对法规的不可错谬 不知法规不可缺 缺责若外道 更不懂南摩第三是多节腔佛的佛陀绝境 南摩腔佛对我们说的正法法规并不是不感兴趣 南摩腔佛明确说了 我不是说你们强调法规不好 而是担心没有那么多的圣德去传真正的大法 南摩腔佛还说 当今全世界学佛的人非常的多 要到哪里去找这么多的圣者师哦 有几个大圣德师来教他们呢 而且南摩腔佛还说 在佛经上释迦佛陀说的显圣镜像公案 比你们说的多 对佛陀说的话无丝毫质疑 完全尊重世尊 你们太笨了 连枪佛是谁都还没有弄清楚 从广义来说 枪佛是整个佛教的佛陀 从说佛世界而言 佛陀是整个佛教的教皇 佛陀能偏向某一宗 能只重视某一法门吗 枪佛是必须按照 释迦佛陀的八万四千法门 平等相应众生 你们根本没有任道称 再次严肃告知你们 三十五道答案与神通一点关系也没有 其中说到内密灌顶的法规等等 不是神通 那是上层正法大法必须的法规 无论什么神通 都是完成不了正法特定的法规 法规是鉴别师之 胜量必须规定实行的 不管你感不感兴趣 你感兴趣也好 不感兴趣也罢 由不得你 因为这是验证真讲知识的标准 是让人们观察认知一个上师 是真的懂佛法 还是不懂佛法 是真正的佛教 还是骗子邪道 是冒称有内功有佛法 还是虚可身体没有佛法 是让人学到真佛法 还是让人受骗学讲佛法 是让人快捷福会圆满成就 还是让人一辈子学不到佛法 而上邪师骗子的当 惨不忍度 得不到成就解脱 堕入三恶道 有那么个别邪恶 妖师骗子 对弟子蒙骗说 我是大菩萨金刚丧师 我不承认内密坛场的法规 什么法规在我面前毫无作用 我轻轻用一根手指 就可以把他破了 你这写诗啊 你已疯狂于是到了神经不正常了 这就等于说有人单手勃起两百斤 你不承认他的体力好 认为远不如你 既然如此 那你就表现你的好体力 在你的弟子面前 也来一个单手拿起两百多斤 证明你超过了他一斤半两 这才有资格否认他的体力不好不如你 尤其你故意在无意中自居大菩萨 作为菩萨必然神通广大 法力高强 那就用你大菩萨的法力 来证明你说的两大法规是不行的 你就敢于当众公开上一个金刚三楚 地楚 天楚 法楚 送一个菩萨依表给你的信徒们看 证明这不算什么 如果你做到了 你不承认法规 批判法规是应该的 反之 如果你做不到 甚至只能在弟子前找借口 连做都不敢做 只能证明你是假的菩萨 凡夫都属于是体力衰竭邪恶的凡夫 圣者的气味 你一点都不沾 是一个没有功夫 体力衰竭的虚弱并可可身体 是地道的江湖骗子 你是假圣者 谁都知道 你从骨子里就是无法做到法规 才只得用诽谤正法法规 来遮盖自己冒充圣人 欺骗众生的丑恶面目 为什么要你上三处验证 因为你自居大菩萨 大家都知道一个大菩萨何等道行高身 可是你连上三处的本事都没有吗 依法规一个六十岁左右 体重一百七十斤左右 单手连两百磅的地处都提不理地 更不要说提高上供台 单手举一百一十磅的天处都举不过肩 这还没有让你拿比天地处难百倍的法处 你上不了三处 不是一个凡夫虚惨病可体 难道是身体健康体力好吗 告诉你 在凡夫中都属于差的虚体 是地道的凡夫冒充圣人 当然你会找借口跟你的弟子说 我的手足腰腿受伤了 那好 法楚不伤手足腰腿 只需要见内功金刚力 再给你加上表显一个内密棍顶 再离金刚丸十米远处 你让如绿豆大小坚硬的金刚丸审变 至于诵菩萨依表 那比上三处难上千倍 作为骗子 邪师 连想象的资格都没有 世间会法师正式在大殿佛前发下愿 现在佛陀注释 我有福报随佛陀受教十八年 只要佛陀恩师在加州 几乎每天都能求学清文说法 而很多人远地他方国度 对南摩昌佛毫不了解 心生不尽 我今发下宁愿舍自己被戒归降罪 也不会舍行人学到正法的愿力 从现在起 无论你是什么等级的人 只要你做到上金刚三楚 就由你选择任何地区的户外广阔草地上 我来展显良麻空行步云法 身上空中行走 让你和你的少于一百位的弟子 我另外再选三百位善信佛教徒 现场亲自观看 让你们看看什么叫如来正法的真刚 我非常清楚违背本尊法界贸然显道 是犯了该本尊法第七戒条的 会影响到我的成就 但为了众生 正如地藏王菩萨说 我不入地狱 谁入地狱 其实我已经展显过两次道量 第一次是为了送法章赶时间的关系 第二次是因龙慧法师之缘 再一次是第三次的 只要你做到上金刚三楚 你已经是大胜德了 比我的道行高 完全有权看我亮道 也有权安排你优秀的弟子观看 我所做的发愿 是为众生的惠命善业去做的 我已发下此愿 当如是而实行 绝无丝毫自占显阳之意 目的只有一条 让寻求圣法的人们 见到真正的佛法 从此彻底行散 远离诸恶 实修瞎满殊胜海心水 爱国爱民爱众生 真心诚意修行 做好人行正道 种下菩提圣音成正果 记住了 高山圣德门的大父不是说神通 不是耍神通 与神通无关 而重视的是如来正法 真正内密必须用的法规 法规不是神通 神通操控不了法规的法 所以才阿罗汉具六大神通 但在法规上都只能上供天地法三处 而完不成诵菩萨一表 因为法规是佛菩萨掌控的规制 阿罗汉的三明六通 对诵菩萨一表毫无作用 原因在于不具资格 请大菩萨亲临内密谈场 当众收表 为了便于大家抓住35道答复的重点 所以特别把每一道答案 做了简短纲要提示余下 但大家要针对每一道题 结合答案原文读解 才能精确理解 35道答复的纲要将在4月20日公布 世界佛教总部咨询中心 2018年4月10日 大家要针对来 5分钟 感谢您的视频 谢谢您的观点 您要针对 没有练通了 都要针对 吉他和你 印象中心 您的几五分钟 令你带不知道 您得